这是57街赶快乐啦 大阪的大宅子还是蛮多的 现在是从57街往南走 不逐渐从SOUTH GRAND ROW 区域从香荒口区 街道都很平常 就是安静的地区 就是把街带来很紧 这边是六局街 安静的街 可以看到一只小枪鼠 看看这个操场 这边呢 周日的时候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之下 是有一个类似于足球比赛的 看到这条街上的公交车站 是在63跟64之间的这个 Abutus 往Abutus开个16号的公车 六场舒适标的地区 我喜欢这棵树 这边逐渐往前走到看到比较多车辆的就是SOUTH WEST MARINE DRIVE 这条路呢就是可以从温哥华或者是从立志文 开进温哥华之后 一直往西走 就会走到 就会开车到UBC了 差不多从这个位置 UBC开车的话 15分钟应该都是可以的 在标 开车的情况下 到台湾 混 av B.C. liquor store 这个就是卖酒的酒房 酒 Mia 这一家的酒的种类还是选择蛮多的 而且呢应该是 听到新闻是说因为lockdown 因为这个COVID-19的原因 BC省的这个酒房的这个销量 比以往都增长了30%左右 这里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十字路口 位于Granville跟70街 看迎面走来的这个车呢 就是从励志文的方向开进来 RBC银行 跟这个Safeway旗舰店 这个楼上就是一个公路 所以WESPEC建议的 官和70街的水域高达 这有一个店铺正在出租 其实基本上呢 餐饮业方面呢 因为这个COVID-19的原因 很多店铺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就先关闭营业了 这也是非常可惜的 前面呢你看到的这个小的supermarket 里面就有卖很多新鲜好吃的水果 有时间可以过来 这边是Bankham Montreal 马迪克银行 刚刚其实路过了有差不多四五间银行了 再往前走呢 红星海鲜酒家是老字号的月菜 这边有Bubble Tea 这边有Bubble Tea 珍珠丹 还有前面不远的地方几个店铺之外的幸福堂 幸福堂应该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珍珠奶茶的连锁店 马路对面黄色的公寓楼 它是在温哥华比较有特色的 应该或者是在加拿大比较有特色的是木制结构的公寓 一般这种公寓呢 就是五层楼以内的高度 也都是有电梯的 这个在亚洲或者是国内我们很少会见得到 因为国内咱们不管多层或者高层都是水泥结构 这里是64街跟Granville的星巴克咖啡 住在附近的话 早上来一杯咖啡就可以非常方便 对面呢 是温哥华很有名的据点串发 想吃烤串的朋友们可以随时过来这边吃 而且有非常好喝的啤酒 64街进来 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可以看到 这在广海卖的这个 这个房子看起来应该是19何几年的一个房子 今天昆江华的温度是22度左右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